作為電視台一個招牌 作為電視台的招牌 我覺得作為電視台這樣的一個招牌 您的這個服飾包含您的帽子 都能夠充分展示出 貴電視台的一個精神 感谢您对我的这个时尚界的这样一个类似像是导论 或者是一个最基本的通识的一个课程 那我会很认真的学习 像这样刘海如何呢 我看到您也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我觉得这是参与一个共同的创作 那把我自己当做一个像是画布或刚才讲的素材库这样子一个做法 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思的共同创作的一个行动 那也很高兴柜台愿意用CC授权释出 让大家用二创三创的方式继续去变化这些素材 到花岛不能没有三样东西 就是空气 阳光跟水 我的理想型那当然就是人型 相信主播您也是一个人型 如果能够穿越古代的话 那我并没有觉得特别想要成为哪一位历史的人物 相反的我会想要穿越到有人类以前的状况 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历史记载的 所以我会比较想要知道当时的环境到底如何 上次有切洋葱的时候有哭过 有 在后面脖子上就是宁有连接那个光纤的同一个地方 我觉得我最有自信的地方就是我在睡前 我只要把看过的东西都能够放在视觉印象里面 我醒来大概就会整理出一些共同的价值 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相信这个您也很有经验 如果大家觉得说您所穿的这一套衣服 或者您的帽子配件 跟大家格格不入 我看您也是非常的淡定啊 就坐在这边 并不特别在意众人的目光 我想我要跟您学习才是 我也看到您回应了我的表情 您表情非常丰富 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现在坐着而您也坐着 如果您想要站起来走路的话 那应该是由您的脑坡联系到您的运动神经元才对 我们就一起来往这边移动 好 那我们就跟荧幕前的观众朋友 这个道谢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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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